我们在小巷中发现了南郭观色群 调查之后并发现观色具有将近100年的历史 占了彰化历史的三分之一 经过讨论之后得知造成观色现况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人认识和没有人使用 在前一年我们举办走毒活动和报导分享 大部分民众都已经认识观色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和民众和我们共同使用活化观色 于是我们制作观色的模型 进行想象如何使用活化观色 同学们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独立研究 例如小敏利用3D裂印制作的植物箱 能够让我们不在观色的时候 来参观的民众也能听导览 欢迎点出搜寻南国军手观色群 并预议参观 谢怡轩利用观色其中一个空间规划 密室逃脱 让参访的民众进行游戏体验 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行动故事 朱舍轩为观色制作了一首歌 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南国附近的巷窗里 有着日式的老房子 尝试掌画群手的关顶 也是个建筑馆的宿舍 探空印在斑驳转墙上 是战争的痕迹 不要文化的孤寂 成为被遗忘的记忆 早途玩舍 在宿舟历史 轮摊创作 昔日的美好 相信有人是 就有尊重 有尊重才懂珍惜 在观色里上课 从遗失的记忆里 藉由想象创造 利用不同的方式创作 例如学弟妹们的巨手舞 为观色带来新的回忆 带更多人认识观色 我们参加DFC分享大会 让大家知道 我们正在为观色做的事 跟着云林故事馆 一起走读云林 和大家分享故事 谢谢今天来到这里的大家 随着大家的支持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拜访南波郡守观色群 其实每一片土地 都有着各自的故事 更多人观怀自己家乡土地 运含的故事 那么每一个彰化措 就会有想望 我们学到以观怀为起点 在从小跑着 玩着 踏着的这片土地上 才构成心中所想望的彰化措 你心中的彰化措 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学生 还有老师们真的是 为 还有这些 就是这些居民 真的就是一起共同 为这块社区 为这个土地 真的是做了很多奉献 我真的很多努力 在想要保存这方面 那 我很心 我觉得 如果台湾 真的每个人 都可以想要为自己的家乡 为自己的土地 能做出这样的努力 我真的觉得 就是这样台湾会变得更好 从认识观赦到现在 过了两年 能够进入观赦创作学习 是因为当初鼓起勇气参加了圆桌论坛 为我们自己争取机会 才能让观赦有不同的样貌 期待未来的孩子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努力 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创造观赦的新故事